〔小雅〞 很多人都會做 閩南地區 本身每年這個 3月15日 7月15日 都會做糕點起來 來祭拜祖先 其實在幾百年前 都已經有分俗習慣在了 結婚的時候也要用到這一塊 那結婚的時候他用的量比較大 因為他是要分發給親朋好友 他量比較大 量比較大在家庭裡面 他就不好製作 就需要有專門的師傅 就上門去服務 因為都是好日子 那村裡面可能有好幾家 都要同時辦喜事 那我們師傅就一套而已 那就只好說 乾脆我們就做一個店面 我奶奶是祖先傳給她的 她叫郭秀花 我剛學會走路的時候 竟然肚子餓 她就會一肚子餓 就會走到我奶奶身邊去 她就在那邊做冬眉糕 她就會捏一把給我吃 因為她就是說 我們檳南這個地方 當時夏蘭園的時候 有很多去那邊當老公 到那邊當碼頭工人 或者就當漁民 然後他們就帶著東美糕上船 就帶一堆上去 他們的碼頭工人跟漁民 體力消耗大 那這個工作到 就工作的這個間隙 也喜歡說喝喝茶吃吃東美糕 然後做東美糕 還有我們家的姑姑啊叔叔啊 我爸都是他的幫手 然後我爺爺就專門就把東美糕 運到外面去 運到古蘭嶼啊 石碼啊海灘地區去 專門就去分發給那些小石炸店 慢慢的就把東美糕 就往我們閩南周邊這個在拓展 那甜的東西是在以前啊 就算是奢侈品 在以前人們的眼中 好東西是用來祭祀的 大家都希望說把東美糕做得更甜 這個份量做得更足 那經常就會 村裡面會造成攀比 就把重量越做越大 越做越重 從原來的一點多 做到三減三 又做到四點 到後面我們就定了一個規矩 就是最大最大 只能半斤 不能再往下面斬 出割的 就算是說 一天 滿現在是一個大氣 就算是一天 是